好 這個畫面帶你來看的是高雄的中山路上 那麼這是在昨天晚上 有一名三十歲的男子突然就違規穿越馬路 只不過被自小客車撞上受傷 整個畫面讓人捏拔冷汗 好 這個地點是在高雄中央公園的附近 那麼這兩天因為那裡在舉辦 耶誕跨年嘉年華 昨天晚上就蠻多人來這裡朝聖 有民眾要過馬路疑似是因為貪圖方便 不想走斑馬線就違規穿越了 結果一個不小心遭到小轎車擦撞 造成他的左腳紅腫挫傷 警方針對行人違規的部分開出了500元罰還 所以呼籲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規則 那麼也會依法來嚴加取締 嗨 大家好 我是影桐 想要來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 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 地下人類的經濟 顏色時有喜愛上有關 都不需要 你們不需要 我們在聊天 對